下载看见APP 看一万部有趣的精彩视频 能勉强等于内蒙古的面积 更要命的是 这片土地不仅面积大 跨度也广 东西直前距离2400多米 南北跨度1700多米 从内蒙古的东部 总快地到西部 这个距离足够横跨 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五省 差点将近两个石区 这么说吧 东部普伦贝尔的快递小哥 穿上秋裤的时候 西部的阿拉善人民 还穿着半袖 吃着烤串呢 在法国 坐一个小时的车 就到了德国 再过一个小时 就到了波兰 但是在内蒙古 坐了十一个小时的火车 你还在内蒙古 再过十个小时 你还是在内蒙古 从俄吉纳到满洲里 要坐55个小时的火车 跨越3599公里的路程 哎 不要说省外包邮了 就是能够省内包邮 那也称得上是良心商家喽 其次 人口密度低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内蒙古只有大约 2500万人口 而面子 除了内蒙古面积 十分之一的江苏 人口都接近8000万 人少 自然路就少 据统计 2016年 内蒙古公路密度排名 全国倒数一次 快递的成本 当然远远超过其他省份了 同样命运的省份 还有西藏 新疆 边疆地区的人们 想想包邮 就心累呀 内蒙古 地广人稀不包邮 这伤害了不少 剁手党的心 但是也因此带给了内蒙古 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 从变化莫测的沙漠 到一万无计的大草原 内蒙古人民拥有着更加宁静 自由的生活 也许真到了内蒙古 可以包邮的那一天 人们却更想念草原上 辽阔惬意的生活呢 在江西的深山老林中 有一群亡命之徒 他们每天在海拔 1600多米的悬崖峭壁上 攀爬横跃 他们本是普通村民 是什么让他们不顾危险 偏要以命相搏呢 关注看见地理 微信公众号 回复悬崖 给你好看